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原陷入战火之中 很多难民逃亡到赛外 带去先进的文化和技术 这就为契丹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而中原的内乱 也为契丹最终成为一个不亚于中原的强大政权准备了时机 契丹有八部 耶律阿宝基生活的叠次部是其中之一 要在八部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 这就说明了辽太祖 耶律阿宝基出色的能力 阿宝基担任最高军事统帅的时候 四处征战竭力扩大自己权力 还扩充了一支自己的亲兵卫队 阿宝基还十分擅长赚钱 让叠次部成为最富有的一个部落 为他打仗创造了条件 阿宝基最大的优点是思想开明 他广泛征用汉人谋臣 他周围的一些汉人谋事 比如韩之谷等 魏辽朝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契丹本来是捍卫式选制度 也就是皇位轮流所 今天到我家 阿宝基要想建立一个绝对的极权统治 成为独裁者 必须有强大的政治手腕 以及个人魅力 阿宝基最终建立了皇权中身制 实践了独裁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利用巫术让契丹人民相信他 就是天神公派的统治契丹的人选 连称号都用了契丹人民模办的大盛大明天皇帝 又像中国皇帝一样 编了一套关于出身的故事 有各种版本 辽史记载说 契丹是炎帝的后代 契丹本是鲜卑的一部 有匈奴血宠 从鲜卑族分化出来 契丹应该是皇帝的后代 契丹的强盛 与阿宝基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欺人的一生就是个传奇 死解是个传奇 他死后灵魂留在西楼 而他的灵墓也成为历史的迷 中国有个邪恶的邻居日本 当他们的史学家研究完中国的历史 尤其是契丹的历史后 他们到处寻找辽太祖的灵墓 他们认为这位神一定是后葬的 灵墓一定有数不清的好东西 日本的动机很险恶 他们不仅想大肆掠夺文物 还想找到坑害中国的证据 找到这个证据 新华就有了公开的理由 耶律阿宝基死得比较突然 所以藏地也扑朔迷离 日本占领东北后 第一件事就是花费大量金钱 寻找辽太祖的灵墓 阿宝基在征伐渤海国的时候去世 而日本的历史中也写过渤海国 日本想找出阿宝基的墓 以此证明东北和蒙古本来就是日本的 至少在历史上不属于中国 小日本的用心很险恶 他们想将侵略中国东北 变成一件正义的事 1935年 日本带着专家和很多工人 带了很多仪器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连墓岛都没找到 阿宝基的灵墓到底在哪呢 据辽史记载太祖灵凿山为点 仅靠这个信息不足以判断墓地准确的位置 顶多知道是在山上 金兵入侵后 他们毁坏了辽国所有的建筑 曾经强大的契丹 还有哪些美轮美奂的建筑 荡然无存 比圆明园还惨 这些建筑都毁于一旦 皇帝的灵墓也被挖空 但唯独辽太祖的灵墓没人能找到 这更加说明了辽太祖的神奇 也许他真的是神的化身 不然怎么能躲过一场浩劫呢 不过我国的考古学家是最厉害的 他们最终找到了辽太祖灵的位置 这不得不让我们佩服考古学家的专业和优秀 不管多么难找的灵墓 他们都能找到 辽太祖的灵墓位于巴林左席临东镇西南约20公里的祖山 一个口袋形的山谷中 这件事很多中国人都没关注过 最关注的就是日本 他们羞愤交加 尤其是那些专家十分羞愧 觉得自己不够专业 比不过中国考古学家 后来中国成立专业考古队 专门挖辽太祖的灵墓 说是为了研究历史 让子孙后代更能铭记这段历史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美 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请说历史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集团